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收到很多朋友给我们一些宝贵意见 由于电子书里面是图片 有些朋友觉得可不可以再好些再优化些 给我们很多意见 因为有意见及此 我们今天就将它拍成一些动画 给大家能够更加清楚 看到外里面的变化内容 今天首先我们也要介绍我们大圣派国民的 很多基本功里面其中一部分 首先要讲这个打榜 打榜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大圣派国民是讲求长的 激远打长的 所以对我们肩膊的力量 对我们的灵活性要求很多 还有这个基本功里面 它不是单纯一个练手臂的方法 它包括我们的腰夸 我们的马步 是一个整体的变化去形成一个力量 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我们的教练示范 大家好 我刚才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余聪言教练示范的一个绑修动作 但是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一般朋友出现的小问题其实是很细微的 或者我们请另外一位教练出来示范一下 再讲解清楚一点 因为朋友会这样倾斜了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将身体尽量向正前方 我们要做个弓马 登腿 另外我们的手臂转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尽量把它拉长 拉圆 做一个大的圆圈 尽量把手拉到我们身体的后半部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转身动作 转身动作包括我们的腰 跨 还有我们的肩手 手怎么放 例如我们想转时 先把手放出来 同一时间 同一时间这个整合 是的 转身 这个手要记住 将这个手背 贴正我们身体腰的正中动作 另外这个手 当我们落到大腿的时候 其实可以有一个激拍的动作 有点激响的 希望大家能够清楚 我们的其中一些小小的关注地方 多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继续留意 下一期我们将会介绍另一个基本功 就是一个铁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